有任何人會去香港 有任何人會去香港 第一我們要了解一下 喬老爺的背景 因為他是我們都供應的基本法權威 他由基本法起草的時間 一直到香港回歸今年第21年 落實了基本法 即是超過20年的時間 他都是在基本法這個範疇 做相關的工作 即是說他對基本法的熟悉 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 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情況 他應該是一個權威性的人物 也沒有誰比他更熟悉 在香港現在譬如說 一地兩檢這個題目上面 是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文 或者一些觀點有不同的理解的時候 我相信喬老爺來香港 就著有關的題目 是有一些解說 是對香港社會去理解 基本法裏面的一些不同的觀點 以及具體的針對一地兩檢的問題 我相信都會有些幫助的 我相信施加壓力 就不是找一個退休的官員去施加壓力 因為其實按照憲法基本法上面 裏面有規定 中央政府其實可以直接向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下達指令 這個已經是足夠了 沒有什麼需要 就要找一個退休的官員來施加壓力 OK 謝謝